大家好,我是小尹,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。 减肥并不是不吃,而是要吃一些营养丰富,并且有利于消脂的食物。 这样的饮食习惯,不仅能给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, 还能帮助身体快速的代谢兰芝,达到减肥瘦身和形成易瘦体质的效果。 如果你一直都在努力运动,但是体重依然无法减下来, 这时候你必须问问自己,是不是饮食出现了毛病? 饮食和减肥息息相关? 单凭一种食物很难成功,懂得明智的调换才可以加速减重。 如果你打算用饮食来回到苗条的身材, 你正好来对了地方,因为我们即将和大家倒数十种燃烧脂肪最有效的食物, 即使躺着也可以燃烧脂肪哦。 我们马上进入倒数。 排名第十,辣椒。 原来吃辣椒也可以燃烧脂肪哦。 而且不习惯吃辣椒的人还特别见效。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项研究, 吃下半茶吃辣椒的人, 比起没吃的人, 可以消耗多出十大卡热量。 所以适量的摄取辣椒有助于燃烧脂肪。 在下次烹饪菜肴时, 你不妨加入一些辣椒, 不但能提升味蕾, 又可以燃烧体内的脂肪。 排名第九, 柑橘类水果。 我们最习惯饭后喝一杯柠檬水, 可以帮助去油, 特别是杜楠的脂肪。 除了柠檬, 鲜橙柚子、葡萄柚, 都是最常见的柑橘类水果。 这一类水果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, 味道酸酸的, 不过对消除脂肪特别有效。 美国化学学会的研究显示, 柑橘类水果可以预防肥胖和心脏疾病。 如果你难以接受这些酸味的柑橘类水果, 可以把它混入水里, 用喝水的方式来燃烧脂肪, 同时又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。 排名第八, 鸡蛋。 蛋白质是身体不能缺乏的营养。 鸡蛋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, 容易被身体吸收。 研究显示, 一份有优质蛋白质的早餐, 可以为我们提升代谢约30%, 使得燃烧脂肪变得更快更有效。 要是你认同以鸡蛋来减脂的看法, 可以在每天的早餐加入一粒鸡蛋。 如果担心每天吃有点闷,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烹调或搭配鸡蛋, 以换取不同的口味。 排名第七, 梅果。 我们最常见的梅果, 如草莓、蓝莓、 蔓越莓、 副盆子, 都可以帮助燃烧脂肪哦。 小小一杯的梅果, 就已经含有9克的膳食纤维, 而且含糖量还比一般的水果低。 这些因素使得梅果可以分解我们身上的脂肪, 还可以降低炎症的几率。 你可以将梅果加入燕麦或优格一起食用, 不但酸甜开胃, 又可以帮助燃烧脂肪。 排名第六, 花椰菜。 花椰菜可以帮助燃烧脂肪, 因为它完全没有淀粉, 而且又含有相当高的水分。 一粒普通体型的花椰菜, 就富含92%的水分。 高水分的食物对减脂十分有利, 因为水分可以加速代谢, 使得脂肪更容易被分解。 此外, 花椰菜含有高纤维和低卡路里, 每100克花椰菜只有25大卡热量, 除了可以带来饱足感, 又不会为身体带来额外的脂肪。 如果你不喜欢花椰菜, 可以用西兰花来替代, 因为它们是姐妹花, 同样具有减脂的功效。 看到这里, 你最常吃哪几种食物? 想不想知道什么食物排在第一? 那就一定要把影片看完哦! 我们即将揭晓一些燃烧脂肪更有效的食物。 现在我们继续进入倒数。 排名第五, 苦瓜。 苦瓜可以减脂, 是因为它可以刺激肝脏分泌胆汁。 这种分泌物是燃烧脂肪的重要成分。 食道脂肪可以更容易被分解。 另外, 苦瓜的卡路里也非常低, 每100克大约300大卡热量。 分量吃多了都不会增加体重。 如果你不怕吃苦, 可以做苦瓜汁, 它具有减肥和排毒的功效。 排名第四, 咖啡。 咖啡是我最喜欢的饮料。 早上喝一杯咖啡, 可以轻易地唤醒刚睡醒的自己。 咖啡还可以燃烧脂肪, 因为它含有咖啡因。 咖啡因可以刺激身体产生热能, 使得脂肪可以燃烧得更快。 此外, 咖啡是运动前的最佳饮料。 研究显示, 运动前喝咖啡 可以降低肌肉糖原分解约55%, 使得肌肉有更强的锻炼耐力, 同时又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。 所以只要运动前喝咖啡, 可以帮助我们跑得更快和爬得更高。 如果你对咖啡减重感到有兴趣, 可以在运动前先喝一杯咖啡, 但是你必须确保一定是黑咖啡。 不能过量以及不加入任何糖和奶油, 它可以加速燃烧脂肪, 使得你更容易变手。 排名第三, 豆类。 越来越多研究显示, 豆类是燃烧脂肪的食物。 根据美国曼尼托巴大学的一项研究, 蚕豆和小扁豆含有筋氨酸和骨氨血氨。 这种成分就像是燃烧脂肪的燃料, 使到餐后燃烧卡路里可以提高50%, 同时又可以带来长时间的饱足感。 如果你想健康变瘦, 那你的日常饮食必须要有豆类哦。 排名第二, 全骨类。 全骨类富含高纤维, 可以带来持久的饱足感, 同时又可以提升基础代谢率, 使得燃烧脂肪变得更有效。 如果你想保持苗条的身材, 可以长期使用糙米、梨麦、小米、大麦这些全骨类。 它可以使得腰围快速变瘦。 排名第一, 深海鱼。 如果你时常吃深海鱼, 那就要恭喜你了, 因为它是燃烧脂肪最厉害的食物。 研究显示, 深海鱼可以燃烧脂肪, 因为它身上有两种珍贵的成分, 那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和优质蛋白质, 使得燃烧脂肪的过程变得更加快速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燃烧脂肪的方法, 可以将午餐改为吃深海鱼, 每星期吃至少两次, 每次吃一片大约100克的深海鱼, 就可以让你一边吃肉一边变瘦。 以上就是10个燃烧脂肪的食物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,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,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,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。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, 我是小尹,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